好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在7樓 我在7120 就是有關課程的問題都可以來找我 就是如果你聽不清楚啊 或覺得課程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好 我先講一下評分的方式 這個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 期中考占45% 期末考占45% 平時成績有10% 成績就是這樣子答 那其實 根據之前的一些經驗 同學們期中考 都考得不好 然後到期末考 就很累 我每一屆都會這樣子講 所以就是我還是要提醒你們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 不要到期末考 才去算說我要考幾分才會過 你期中考 花一點時間去看書 就是 你最後不會那麼累 那 平時成績怎麼打 平時成績其實就是一個彈性 就如果你 差一點點的話 我就會讓你過 不過其實啊 你們不要為難我 不會為難你們啊 就是你們成績 不要太難看 我怎麼調我都調不過 之前有遇過 怎麼調我都調不過的 那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修課還是有一定的 標準啊 不是說你就是隨便 隨便 念一念隨便考一考 然後那個分數也 不能看 那個是不會過的啦 所以就是我在這邊我要先跟你們 講一下 不過其實你們也不要 就是也不用緊張啦 就是你們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去學這門課啦 好 那其實 我不曉得你們對寄生蟲 有沒有一個概念 就是以前有沒有 聽過 任何的一隻寄生蟲 有沒有 老蟲 還有咧 蛔蟲 還有嗎 還有聽過其他的寄生蟲嗎 有嗎 有嗎 中華乾淨熊 你怎麼會聽過 在哪裡聽過的 報紙上 好 欸你們那個 還沒吃早餐的你們就 就吃吧 沒關係齁 就是 因為其實八點的課我知道 有 不是那麼就是 時間不是那麼充裕啦 你們就吃啦沒關係啦 好 好 那這門課其實會講到 很多寄生蟲 齁大概 四五十隻以上 齁 那其實 大概就是以前 我會介紹一些以前曾經流行過的啦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還在流行的 還有一些就是 你們有機會常常會出國嗎 有沒有機會出國 有 有 你們知道其實台灣現在啊 的寄生蟲 沒有很多了 你們知道嗎 齁 因為衛生環境的改善啊 所以台灣的寄生蟲已經 已經不多了啦 齁 但是你們現在常常有機會出國 齁 你們現在不會去那個大陸 不能去大陸嘛 齁 但是你們可以去 東南亞 或者是美洲 或甚至是非洲 對不對 你們會有什麼志工團之類的嗎 有機會到非洲去 那其實 非洲 中南美洲跟非洲那邊 還有很多的寄生蟲 目前 齁 所以其實就是你們要了解一下 齁 就是那些寄生蟲的一些特性 齁 現在是一個地球村嘛 齁 好 那其實 我之後 就是會 一支一支拿出來講 齁 那我大致上的架構啦 我每一支 每一支大致上都會介紹這些 一開始我會先介紹他的型態 齁 型態在考試上 不見得 呃 不見得會考 但是就是幫助你們去了解 這隻寄生蟲 齁 還有流行病學 齁 咦 這邊有公衛系的對不對 齁 流行病學的話你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 你們要知道 那個地區有流行什麼寄生蟲 如果你有機會到那個地區的話 你就要特別去防範 齁 比如說我怎麼感染寄生蟲的 感染的方式 然後寄生蟲到你的體內 發生什麼事情 它怎麼由你的體內傳播出來 這個是一個循環 齁 生活史是一個循環 齁 那其實 生活史是你們學寄生蟲的重點 生活史 你要特別去注意 齁 就是 它的一生到底是怎麼 怎麼演變 齁 齁 如果你讀懂這個生活史的話 它怎麼治病 它會引起哪些症狀 齁 你大致上都可以去 去推測 齁 齁 齁 那其實我會講一下 它的治病疾狀 還有它會引起什麼臨床症狀 齁 齁 那它怎麼診斷跟治療 齁 大致上就是這一些 齁 都會去介紹每隻肌甘蟲 的這一些 齁 這樣OK嗎 齁 好 如果你覺得老師講話 講不清楚 齁 你想要自己去看書的話 齁 你可以去 圖書館借借看有沒有這本書 這個是中文的 齁 齁 好 那如果你借不到的話 我那邊有 齁 你可以來跟我借齁 齁 齁 如果你不想 齁 你覺得老師講不清楚 齁 你又不想去看書的話 齁 你可以上網 齁 齁 你只要在 Google上面打 關鍵字齁 齁 打這個 CDC DPX DPDX 這個關鍵字齁 齁 就會有這個網頁跑出來 齁 這個 這個是美國的疾病管制局 齁 下面的一個寄生蟲的一個單位 的一個網頁齁 齁 他有針對齁 齁 每一隻寄生蟲 去做介紹 齁 你看一下齁 我稍微講一下 齁 齁 他這邊有一排是 字母嘛 齁 他是根據寄生蟲的學名 或者是那個疾病 的自首 去搜尋 齁 齁 舉例來說啦齁 齁 你看這個 阿米Biasis 是什麼 猜得到嗎 阿米巴原蟲引起的症狀 齁 齁 那是不是A開頭 齁 齁 你就A點進去齁 這些A開頭的全部跑出來 齁 齁 那我選這個 阿米巴原蟲引起的症狀齁 齁 齁 就是會有這個網頁跑出來齁 齁 他這裡面有幾個目錄啦齁 齁 第一個 他會介紹這個寄生蟲的Biology 齁 也就是我講的生活史 齁 齁 你們以後啊 你們以後會一直看到類似 是這樣子的圖 這個就是生活史的圖 齁 那你們 慢慢開始去看了之後 你們就要自己去 瞭解 裡面他到底在 在講什麼 齁 其實這種圖齁 你們現在 我現在只是先跟你們講齁 你們就慢慢去 去了解齁 齁 齁 第一個是生活史嘛齁 第二個的話就是 有關於這個寄生蟲的一些圖片 齁 其實寄生蟲學是一門型態的科學啦 你剛開始真的要去了解那個寄生蟲 它會長什麼樣子 你才會去真的去熟悉啦齁 齁 再來就是他怎麼診斷 跟怎麼治療 齁 這個網頁裡面就是講這些東西 齁 如果 上課聽不清楚 的話 你想要自己去找資料 就去裡面找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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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一些影像啦齁 啊這個就是阿米巴原蟲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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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檢查什麼 這個你要看什麼 這個是老蟲試指嘛 這個要看什麼 蟲卵 你知道老蟲蟲卵的型態長什麼樣子嗎 老蟲蟲蟲卵的型態其實我們在顯微鏡下一看就知道 它是老蟲 所以這是鏡檢可以直接判別的蟲 它長這樣 它一側扁平 一側比較扁 一側比較凸 它是屬於一個不對稱的形狀 我們通常看到老蟲卵裡面 都會有一隻小蟲在裡面 這個叫做胎蟲卵 胎 只要蟲卵裡面有一隻小蟲 就叫胎蟲卵 我們看到老蟲卵裡面都是這樣的型態 像公衛系的你們要修實驗課 那有時候其實蟲卵的型態的話 我會建議同學們用食物去記 就是 有一些特徵啦 某一些特徵很像一些食物啦 你可以用這種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記啦 像你覺得這個老蟲卵像什麼 形狀 它像米粒的形狀 對不對 你覺得有沒有像 有啦 有一點像 你看到這個型態有點像米粒的形狀 然後 我們會去判別它的大小 大概就可以推測它是哪一種蟲的蟲卵 等一下啊 我會講到很多隻的寄生蟲 那 你們不要覺得很害怕 就是怎麼那麼多隻的寄生蟲 然後你們現在完全不了解 這堂課叫做總論 總論只要告訴你們 你們之後會學到哪些 並不是現在要你們全部洗手 好 世界衛生組織 下面有一個專門管控寄生蟲的一個單位 他們其實有列了幾項重點 就是重點管控的項目啦 就是目前 比較嚴重的寄生蟲感染疾病 你們看一下這幾隻 這個是他們列的重點管控項目 裡面有 有六個 有六種疾病 這個是熱帶疾病 Tropical disease叫做熱帶疾病 他們列了六項的熱帶疾病 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有幾種是寄生蟲感染 先看一下 好 你認為有三種寄生蟲的請舉手 三種有沒有 三種 有三種嗎 四種的有沒有 四種有沒有 五種 六種 都沒有人舉手 是都不認識是誰 幾種幾種 虐疾是吧 虐疾是不是寄生蟲 不是 是不是 虐疾不是寄生蟲 沒有 多細胞跟單細胞都有可能 好 好 現在是 你們認為原本認為 虐疾是不是寄生蟲 是 是齁 是不是 不知道 血絲蟲 是不是寄生蟲 你只要回答我 是或不是就好 是齁 歷斯曼原蟲 這個你們可能比較不熟悉 歷斯曼原蟲是寄生蟲嗎 猜一下 是 追蟲症 是 是 有聽過追蟲嗎 有聽過追蟲嗎 鋼比亞好 我聽到一個關鍵字了 鋼比亞 你們以前有沒有學過叫做一個 非洲睡眠病 非洲睡眠病就是這個 非洲追蟲 造成的 血溪蟲 是不是寄生蟲 反正你看到一個蟲 大概就是就是了嘛 麻蜂 麻蜂是什麼 麻蜂是 不是寄生蟲 那牠是什麼 病毒 還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麻蜂是 細菌 它是麻蜂桿菌 所以這六種很重要的熱帶疾病裡面 有五種 五種是寄生蟲 除了麻蜂不是以外 其他都是 所以其實 如果你不要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寄生蟲 你從世界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寄生蟲 是蠻重要的熱帶疾病 好 我這邊列的齁 就是 既然試驗衛生組織都列出來了 就代表牠很重要 所以你們之後在學這些寄生蟲的時候 就是特別注意 就是牠比較重要就對了 這個表上面有列一些 這個是幾年前教科書上面的一個統計 但是現在大致上跟幾年前差不多 這是 人類肝癌的寄生蟲裡面 就是有一些肝癌率還蠻高的寄生蟲 好 這個全部都英文對不對 好 那你們到底要不要記英文 我跟你們講齁 我考試的時候中文英文都會寫 我沒有要你們把英文拼出來 但是你們可以做一個連結 你們至少看到這個英文字 可以想一下牠是哪一隻蟲 但我不會考你們 我不會考你們去拼牠啦 這樣了解吧 剛剛有同學有講到 寄生蟲是不是單細胞或多細胞的 實際上寄生蟲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叫做圓蟲 圓蟲 圓來的圓 就是我這邊寫圓蟲 好 圓蟲是屬於單細胞的 寄生蟲 單細胞 再來 第二類叫做乳蟲 這個乳蟲 乳蟲 乳動的乳 這一類是屬於多細胞 多細胞寄生蟲 既然是多細胞 牠們都是大隻的啦 你們剛剛講那個什麼 蛔蟲啊 老蟲啊 都是屬於乳蟲類 這大隻的寄生蟲 第三類就是截子動物 截子動物知道嗎 包括一些 昆蟲 還有一些 皮蠻 這一類都是截子動物 好 所以如果我問你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的話 寄生蟲大這樣可以分哪三大類 你們要會 回答 要會選 期中考期末考的 題型都是選擇題啦 像如果出這些就是比較 比較 直覺的題目的話 你們要會選 其實我考試的題目都是 都一定是我講 我上課講的東西 如果你們發現 考試的題目我沒有講 你來找我 那個分數就給你了 你們看一下齁 乳蟲類的感染率其實蠻高的 在全世界人類感染乳蟲的比率蠻高的 你們看一下這幾隻齁 第一隻這個叫做 蛔蟲 ASCARIS LEMBRECOID 這個叫蛔蟲齁 全世界感染蛔蟲 人類感染蛔蟲的 數目大概是 十二三億 十二三億喔 人感染蛔蟲 所以這個是 乳蟲裡面算是感染率排名第一的 牠每年大概會死 兩萬個人左右 那下面這一個 hook hook 勾子嗎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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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勾蟲 勾子那個勾蟲 勾蟲其實感染率也蠻高的啦 全世界也是大概有十幾億啦 十幾億啦 十多億 感染這個勾蟲 牠這個是 俗名啦 俗名 俗名叫做 好 然後你看一下勾蟲每年大概死 五六萬個人 其實你看一下死越多人的越重要 死越多人的就是要 特別小心 啊這一隻耶 這隻叫做 鞭蟲 第三隻這個是鞭蟲 再來就是這個就是 絲蟲 Filaria Filaria Filaria就是絲 絲狀的意思 這叫絲蟲 絲蟲 shistosome 這個是什麼 猜一下 猜得到嗎 雪蟋蟲 雪蟋蟲叫shistosome 好 雪蟋蟲在非洲跟中華美洲 在非洲感染很嚴重 雪蟋蟲真的蠻重要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大概 兩百個ミリ 兩百ミリ人是多少 兩億 牠每年 每年可以死上百萬人 上百萬人 在非洲跟中華美洲那邊 死最多人 雪蟋蟲 這些齁是 現蟲的部分 大隻的蟲 再來就是原蟲 單細胞肌生蟲 單細胞肌生蟲 你們最 大概 最嚴重的 臨床上最嚴重 大概就這隻 叫Malaria Malaria有聽過嗎 Malaria其實叫做 虐疾 虐疾 虐疾是有什麼造成的 虐原蟲 虐原蟲 它是一種原蟲 好 這個虐疾 虐疾其實也蠻嚴重的 它有大概 每年大概有 四億多人 然後每年也會死 一兩百萬人 蠻嚴重的 第二隻原蟲是什麼 Antamoeba histolytica 這個是利疾阿米巴 有聽過利疾阿米巴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利疾阿米巴有沒有聽過 你們應該有看過一則新聞吧 就是說阿米巴也會轉彎那個 那個是柯P講的 說阿米巴也會轉彎 利疾阿米巴就是阿米巴的 的一種 這很多蟲嗎 對不對 你們就 慢慢的 慢慢的開始去了解它 之後每一堂課 大概都會介紹 一兩隻 兩三隻 這樣子 都會講詳細一點 這邊只是讓你們 知道 它的感染率 好 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我不會講到兩個小時滿 我講完我就會下課了 大概每一堂課 我都不會講到滿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的內容 對你們來說就是 已經足夠了 好 如果我講很多東西 然後你們也沒有吸收的話 我不需要講那麼多 東西 我講我覺得該講的 好 這邊的話 這邊列的是 目前 全球會引起人類死亡的動物 排名前十名的動物 這其實有一個影片 你們可以去找 那個影片還蠻好看的 第十名這個是 這個叫做河馬 河馬會咬人 前一陣子不是有人去啃牙 然後被 被河馬咬 被河馬咬死 知道這則新聞嗎 對台灣人 有兩個台灣人 你不要太靠近他 你看太靠近他 他衝上來 他就把你 他就咬你了啊 你不能太靠近他 他其實 主要他不是肉食性的 但是他有攻擊性 所以你就是 太靠近他的話 你會被他攻擊 第九名 tapworm 什麼叫tap tap是帶子的意思 但他不翻譯叫帶蟲 他翻譯叫掏蟲 你們有沒有聽過掏蟲 那個掏寫起來很像條 但是他不是條 他念掏 掏蟲 這叫豬肉掏蟲 豬肉掏蟲 引起的 難尾幼蟲症 這個你們 大致上知道就好 現在先不用 特別去了解 第八名 這個叫 scopey 是什麼 蝎子 蝎子 第七名叫 kissing bug 什麼叫kissing bug 他長得像這樣子 我這邊都有圖 kissing bug kissing bug 也是俗名 他其實叫做追鼻蟲 追鼻蟲 有聽過嗎 你沒有聽過追鼻蟲 可是你一定有看過 跟他很類似的 一種 昆蟲 叫做 春香 對 但是 這個追鼻蟲 引起的那個 shagas disease 他叫南美洲追蟲症 這是非洲那邊特有的 這個台灣沒有 可是台灣有什麼 台灣大春香 那一類的東西 那一類你被他咬到 也不會怎麼樣 好 第六名 是 City Fry 是叫做 彩彩營 彩彩營 知道齁 彩彩營就長這樣 彩彩營會傳播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非洲追蟲 還會引起 睡眠病 非洲睡眠病 狗不用講嘛 Rabbit是什麼 狂犬病 狂犬病毒 排名第四的是Roundworm Roundworm 其實翻譯成圓 圓蟲 它就是 主要是我剛剛講的 蛔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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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排名第四 蛇 蛇會咬人嘛 所以它排名第三 排名第二的 你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Freshwater Snail 淡水螺 螺 螺 在水裡面叫螺 在陸生叫蝸牛 反正就是那一類的 為什麼 這個蝸牛 這個淡水螺 為什麼那麼有致命性 為什麼 淡水螺啊 為什麼是排名第二 它就會引起 血溪蟲症 淡水螺會引起 血溪蟲症 好 也就是說血溪蟲的傳播 必須要有淡水螺 我剛剛有講到生活史對不對 生活史就是寄生蟲的一生嘛 這個血溪蟲要傳播 必須要有淡水螺 參與在裡面 所以淡水螺排名第二 好 看 不是 這個 這個是蟲鑽到 人體裡面 那個血溪蟲的幼蟲 裝到人體裡面 並不是我直接去吃這個淡水螺 這個細節的部分 我之後都會再講 第一名是蚊子 蚊子為什麼 蟲鑽嘛 蟲鑽 你知道蟲鑽 蟲鑽是透過蚊子傳播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裡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寄生蟲 所以其實寄生蟲 還蠻重要的啦 雖然 雖然你們現在覺得好像 台灣沒有什麼寄生蟲 但是它還是會引起人類很多死亡 寄生蟲還蠻重要的 你們想一下一個寄生蟲的感染 需要哪些因素 我要感染一隻寄生蟲 我需要哪些因素 我才會感染 第一個 我一定要有那隻寄生蟲嗎 對不對 那個叫做 Pasogen 叫做病原 我一定要有那隻寄生蟲嗎 我才會感染嘛 第二個 你要有適當的環境 讓那隻寄生蟲去存活 進行牠的生活史 第二個就是環境 再來第三個 叫做宿主 宿主知道 寄生蟲寄生的地方 叫宿主 所以我至少要有這三個因素 我才會感染一隻寄生蟲 如果那個地區 根本沒有這隻寄生蟲 牠就不可能會流行 就好像台灣沒有 非洲睡眠病 因為台灣沒有非洲追蟲啊 就算牠有那隻傳播的昆蟲 沒有那隻病原 也不會流行 那如果有那隻病原 沒有那種傳播的東西 也不會流行 這是一個概念 好 這個命名就不用再多說了 命名你們以前有學過 命名嗎 就是 屬名加種名 寄生蟲的命名 一樣是屬名加種 你們以後在書本上 有機會看到的 它一定是協體 你們寫這種 屬名加種名 這種學名一定是協體 好 現在我要講一下 你們之後會學到的一些寄生蟲 那這裡面會提到很多啦 你們不要去搞混它 我只是先講一下 順序 我們就會從單細胞基金蟲 講到多細胞基金蟲 最後講解脂動物 這個是整個順序 原蟲裡面 我們大家這樣會學到哪一些 講一下 我們會先講阿米巴的部分 阿米巴是屬於肉族從亞門 你知道那個阿米巴的圍族 阿米巴的圍族 所以它是屬於肉族從亞門 這種不用去記 我跟你們講不用記 就真的不用去記 就是 它不是重點 但是它 它在分類上就是屬於這類 就讓你們了解一下 好 再來 非洲最終它是屬於鞭毛蟲 因為這類的蟲它都有鞭毛 它會游泳 這類屬於鞭毛蟲 好 然後圓蟲裡面還有這個 頂端複合蟲們 這個好像 沒有聽過嗎 頂端複合蟲們 這個是從它的英文名字翻過來的 epical compressor epical是什麼 端點 對不對 compressa compress是複雜的意思 所以它翻譯成頂端複合蟲們 我幹嘛講這個 虐圓蟲 虐圓蟲 就是屬於epical compressor 頂端複合蟲們 好 接下來講這些 鞭毛蟲 原蟲大致上我們會學到的 大概是這些 乳蟲類 我們會學到大概大臟分成三個部分 多細胞基金蟲的部分 第一個是腺蟲 我們剛剛講的啊 什麼 蛔蟲啊 牢蟲啊 這一類都屬於腺蟲 它是腸道的腺蟲 然後另外還有血液跟組織的腺蟲 它寄生在血液跟組織裡面 好 第二類是吸蟲 吸蟲有沒有聽過 吸蟲 中華乾吸蟲 剛剛同學有沒有講 吸蟲 它是吸蟲 好 它根據寄生的部位 的不一樣 可以分成 這四種 血吸蟲 乾吸蟲 腸吸蟲 跟肺吸蟲 這是根據寄生的部位的不一樣 好 掏蟲 掏蟲有聽過嗎 掏蟲就是這個字 這個字唸掏 不唸條 它叫掏 你在寫的時候 你也不要寫條 要寫掏喔 你要注意這個字怎麼寫 掏蟲裡面分成 假夜幕跟原夜幕 那這邊我先不細講 到時候我講到掏蟲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怎麼去分 假夜幕跟原夜幕掏蟲 好 好 原蟲 乳蟲 最後就是節肢動物 節肢動物 我們會學到這些鋼 比較重要的是 昆蟲鋼 而且最多 還有那個 蜘蛛鋼 這兩個鋼比較重要 好 其實我們在學一門 科學的時候 我不會只講重要的東西 其他不重要的我還是會提 但是 你們要知道 你們要把重點放哪邊 我不會 把其他不重要的都刪掉 我還是會說 這個我剛剛講過 每一隻蟲 我都會接到這些 你把重點放在生活室 寄生蟲的一生 生活室 好 當你們快要考試的時候 你們就會念了很多隻的寄生蟲 那你們真的就是要 學著去整理啦 因為其實 這種東西其實是蠻雜的 很雜 它其實不難 那當然就是很雜 你學了五隻十隻 可能到期中考你學了二十隻 那你要去整理 這些是根據他 傳播的方式 或有一些某一些特性 我們可以把它歸類 歸類 像第一類叫做 土壤傳播的寄生蟲 你學了五隻十隻 你自己去歸納 哪些是土壤傳播的寄生蟲 你就把它歸納起來 好 第二類叫做 螺傳播的寄生蟲 就是說它生活史裡面 必須要有螺 的參與 它才會感染 再來 有些寄生蟲傳播 是不是需要 透過叮咬 對不對 馬拉里亞就是啊 那個蚊子要叮你 才會感染嗎 這一類 就是 阿蘇帕特叫做 截肢動物媒介的寄生蟲 你們之後也會學到 有些寄生蟲是透過叮咬 吸血的昆蟲的叮咬 才會傳播的 這一類叫做 截肢動物媒介的寄生蟲 非洲追蟲 是被 彩彩蟻 咬到 彩彩蟻是不是截肢動物 對不對 所以它就屬於這一類 截肢動物媒介的寄生蟲 好 第四個 這是什麼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叫做 性行為傳播的 激生蟲可以透過性行為傳播 好 這個等一下我都會稍微講一下 好 再來是食物跟水 很多的激生蟲都是吃進去的 這可以接受嗎 不是吃進去就是喝進去的 就是你吃到被污染的 被激生蟲污染的東西 就感染了 好 台灣過去曾經流行過的激生蟲 你們也要稍微有概念 就是 歷史啦 稍微知道一下 我剛講的土壤媒介 土壤媒介 土壤媒介 淡水螺 淡水螺 好 有一個是廣東住血腺蟲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這隻蟲 廣東住血腺蟲你們有聽過嗎 有嗎 之前不是有一個少年 生吃 生吃 闊魚 有沒有 然後 然後怎樣 癱瘓 對不對 他就是 感染這個廣東住血腺蟲 生吃闊魚 你知道闊魚什麼 生吃 生吃那個 軟體動物還是什麼 蝸牛之類的 就感染這個廣東住血腺蟲 你只要吃到那個寄生蟲 生活史裡面的 一個 譬如說中間宿主 就感染了 好 有些東西不能亂吃啊 真的 只是你學完寄生蟲之後 你在 生吃的時候 就要想到 生吃的時候 就想到這個會不會感染 某一種寄生蟲 生吃的時候 像這個 牛肉掏蟲 就生吃牛肉 生吃牛肉 就感染這個牛肉掏蟲 你喜歡吃生魚片吧 你喜歡吃生魚片嗎 如果你吃生魚片的話 至少 可能 會感染這幾隻寄生蟲 中華乾蟲 就是吃生魚 主要吃生魚感染的 海獸未現蟲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海獸未現蟲 什麼叫做海獸 海獸是什麼 猜一下 海獸 海洋裡面的什麼獸 海獸 海獸 海獸裡面的哺乳類動物 叫做海獸 那是什麼 海豚 鯨魚 這是海洋裡面的哺乳類動物嗎 廣捷獵頭掏蟲 這個有聽過嗎 好 沒關係 就是 但是 先跟你們講一下 吃生魚片有可能感染這幾種激生蟲 但是一定會感染嗎 不一定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 它的流行病學 有些地區它有很多這種激生蟲 你去那邊的話 譬如說日本 去那邊的話 你吃生魚片的時候你就要小心 因為那個地方可能是一個流行區 再來是飲水 喝水也會感染 你去譬如說你去非洲啊 或中南美洲啊 或有些地區它直接喝生水 喝生水 那它其實感染某一些激生蟲的 機率就蠻高的 好 我們都煮肺嘛 煮肺的話不會有問題 反正什麼東西你只要煮熟 煮肺 或加熱一段時間 就不會感染 這個是通常是喝 喝到那種被污染的水 你就直接這樣喝下去就感染了 荔极阿米巴 跟梨形鞭毛蟲 這一類都是 比較多是發生在河水 水不乾淨 這個檔案我到時候都會給你們 所以就不用擔心 今天只是就是 介紹一下你們會學到哪些 然後劫肢動物 獅蟲 班式獅蟲 虐企 這一類都是台灣曾經流行過 台灣曾經流行過瘧疾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候 那個蠻久以前 那時候大概 感染率大概有四分之一 就是每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 感染瘧疾 所以那時候感染率很高 再來是透過性傳播性行為 傳播的機嫌蟲 這一類就是像是 陰道憋毛蟲 你們聽過陰道憋毛蟲嗎 有齁 為什麼會聽過 這樣也聽過 新聞 還是有老師講過 應該有老師講過啦 公衛系的好像有聽過吧 對 頭獅 頭獅也是寄生蟲喔 他是屬於節肢動物類的寄生蟲 你會覺得頭獅為什麼是寄生蟲 他雖然不是寄生在體內 但是他寄生在體表 身體的表面 所以頭獅也是寄生蟲 以前那個年代大概幾十年前 那時候衛生不是很好 那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感染頭獅啦 現在就幾乎沒有了嘛 這個是英文版的 如果你不想看中文的話 這個是英文版的 這是不同途徑 或是不同特徵媒介的 的一些寄生蟲 那你們之後都會學到 那這個是一個整理而已 這個更久了 這個是大概是五十年前的海報了吧 五十年前 那時候連我都還沒出生 五十年前的海報 那時候很多寄生蟲感染 你看 要免荔枝 這個是哪一隻寄生蟲 荔枝阿米巴 荔枝阿米巴曾經流行過 你看其實他們那時候 其實就會有這種宣導的海報 這種其實很多啦 阿這什麼 甘痣是什麼 甘痣蟲病 這個是中華甘西蟲 中華甘西蟲 你看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就淡水螺 這淡水螺 阿這個是什麼 魚 這個其實就是他簡單的一個生活史 這個蟲的幼蟲會在這個淡水螺裡面發育 阿這個就是這個中華甘西蟲的幼蟲 他會鑽到這個魚裡面 阿我們吃生魚 生魚片 就連那個幼蟲一起吃進去 就感染了 你知道那個 國父阿 有可能是感染中華甘西蟲 死掉的 你有聽說過嗎 沒有 這是一個 鄉野傳說啦 廢字是什麼 廢字就是廢西蟲 字就是西蟲的意思 你看一下 凡事只要是西蟲 他的生活史裡面是不是都有這個螺阿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也是螺阿 可能但是可能是不同種的螺而已 但是都是螺阿 阿這個是什麼 然後 甲殼類 螃蟹 蝦子螃蟹這一類的 如果你去生吃這一類的 你就會感染 廢西蟲 你們現在沒有 沒有就會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其實 很多基金蟲還有感染 像中華甘西蟲 很多 廢西蟲也很多 所以去那邊 你不要隨便生吃什麼 什麼生魚片阿 或是生吃什麼 螃蟹阿 蝦子阿 什麼墜蟹阿 那種都是生的 那種吃了感染這個的機率非常高 薑片蟲 薑片蟲你們可能比較不熟悉 他也是一種西蟲 他是腸道的西蟲 這個是不是也是螺 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菱角 生吃菱角 生吃菱角 水生植物類的 我們吃菱角其實都會煮嘛 如果你沒有煮熟 或是你直接生吃的話 就有可能乾這薑片蟲 助學獻蟲 這邊所謂的助學獻蟲 就是廣東助學獻蟲 它也是螺媒界的寄生蟲 我剛剛講螺媒界除了西蟲之外 是不是還有這個廣東助學獻蟲 好 瘧疾 剛講過曾經 台灣曾經流行過 台灣曾經流行過 大致上就是在這些海報上面 就有講到 因為當時就是因為感染很嚴重 所以他們就要去宣導 你們要休息嗎 還是 就直接講 還是休息 好休息 那就休息十分鐘好了 快睡著了 呼吸 我已經是休息 一定是對 好休息 我已經是休息 好休息 我們要休息 好休息 好休息 非常休息 好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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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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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